AI的工具真的是越出越好 以为上个星期出的AI工具很疯狂 那么你就超帅了 这个星期更疯狂 更多AI的工具推出 就是因为太多AI就推出了 更新的频率是非常非常的快 今天这个视频我就要和你分享 这个星期到底出了什么AI工具 还有哪几个AI工具是你值得关注的 我就会带你去上帝思想来观察 AI这个领域到底有什么最新消息 知道了这些资讯 就能更好的去了解这些AI的工具 就分享8 9 还是10个消息 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个了 看完这个视频你就知道有多少个 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 别忘记先点个赞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视频给你带来价值 记得点个订阅 打个小铃铛 因为在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视频 带你了解AI最新的消息 还有如何利用这些工具 让你的工作无论是摄影 剪辑 修图 通通都没有问题 如果想要更加进一步去支持这个频道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 购买我Day2的调色蓝包 帮你一键调出网红照片 可以帮到你调色之余 也可以帮到我更加专注 帮助更多免费的内容 在这个频道给大家观赏 你也可以参加这个频道的会员哦 句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进入第一个新闻 今天我们第一个要说的就是Opera browser Opera现在有新的AI工具 在他们的浏览器里面了 Opera它就把AI工具 植入到它的浏览器里面 到目前为止 很少浏览器做到的 甚至我们的Google Chrome浏览器的大哥 都还没有办法把AI 植入去它的浏览器里面 我们现在所用的都是一些Chrome extension 也就是一些插件罢了 它没有完完全全把AI的工具 植入去它的浏览器里面 可是Opera就不一样了 现在你一下载Opera浏览器 你就能拥有一个AI工具 在你的浏览器里面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现在Opera它有AI Prom在里面了 你就可以叫这个Opera 解释任何东西 Opera真的是打开了无限的可能 让我们使用浏览器的体验 大大的提升了 而且它使用的语言模型 是ChatGBT 还有ChatSonic 然后如果你看到有一个很长的文章 你打开了Opera 你就能看到 你的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叫做AI Prom的东西 你就点一下 在这里你就能根据你需要做的东西 然后再点一点 你要的答案就立马呈现出来了 而且你觉得这个文章太长了 你只需要选出你的文章 然后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 它就自动跑出来了 它会跟你讲 Explain Briefly 它的解释是比较长的 或者是shorten 你的答案就会比较短了 而shorten的话 它们使用的语言模型 就是ChatGBT 而如果更长的检阅版本 它们就使用ChatSonic来进行的 所以这个就是Opera一个很大的更新 如果你想要体验浏览器里面有一个AI工具 赶紧去下载这个Opera Browser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用 有什么好用过AI直入去浏览器里面 你说对不对 至于Opera更详细的讲解 我就不会在这个视频讲了 我会来讲会发一个视频 专注去讲解这个Opera Browser 看它的功能到底有多牛 还有一些隐藏的功能你不知道的 我也会在那个视频内讲解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打一个有兴趣 在我的评论区里面 让我知道你有看到这里哦 好了 现在我们就去下一个工具 下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GoogleBud 已经正式推出给大众了 在上个视频我也有叫你们去 Join它的waitlist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抢先一步去体验这个Bud AI呢 可是如果你好像我这样的话 Bud不知在你的国家 你应该怎么办呢 非常的容易 你只需要打开VPN 把你的位置换去美国 然后你再更新你的页面多一次 你就能看到那个Join Waitlist的那一个键 会跑出来了 你只需要按Join Waitlist 这样子就立刻马上可以体验到 Bud AI了 这个方法真的是非常容易 非常的简单 所以如果Bud不在你的国家之时 然后你还没有体验到 这个Bud AI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我这个方法 去抢先一步 去尝试到这个Bud AI哦 千万千万不要告诉人 是这样容易做到的这个东西 好了GoogleBud我们就说完了 我们就去接下来 AI的最新的消息 接下来 AI最新的消息就是Adobe Firefly 这个工具在上个影片我也有说过 可是在这里我就简单给你科普一下 这个工具也是在这个星期内出的 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个图片生成工具 在这里你可以打出一堆文字 然后它就把你的文字 生成一张图片出来 还可以把你的字体给换掉 让你能享用更多不同风格的字体 换衣服 改变人脸部的细节等等之类的特效 这个工具是不是有点像 OpenAI的Door E呢 真正是冲着OpenAI的Door E来的 有兴趣的 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 看别人用Adobe Firefly 再生成出来的图片到底是怎么样 会不会比Mid Journey好呢 如果它生成出来的图片 会比Door E,Stable Diffusion 还有Mid Journey好 这样子Adobe 完全是没有立足的机会 可是如果它可以做出 比这些原有的模型好 这样子Adobe就能一鸣惊人了 就去下一个最新的消息 我们哪里可以少得了 Bing Image Creator呢 一个新推出的文字生成图片工具 这个工具是Bing推出来的 也就是微软的Bing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Bing生成出来的图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而在上个视频 我也有做一些非常简单的讲解 它生出来的图片真的是 出乎我意料 我没有想到它真的是能那么好的 而且你别忘记 Bing是微软的 而OpenAI也是属于微软的 OpenAI的文字生成图片模型 是用Door E2 这个Bing Image Creator 也是用着相同的语言模型 也就是Door E2 在这里你就可以免费白嫖 Door E2的文字生成图片模型 而且除了去Image Creator的网页 去生成图片 你还可以在那个Bing Chat里面 去叫它生成图片出来 你只需要输入对的提问 它就能生成出 你要的图片出来了 这个功能是不是有点像GPT4的功能呢 就你跟一个聊天机器人 说要生成图片 然后它就生成图片给你了 这个是ChatGPT 到目前为止是做不到的 你是需要ChatGPT Plugin 你才可以做到类似的功能 而且GPT4它也生成 它可以生成图片 可是我们就还没有看到 这个功能推出给大众了 ChatGPT我们不要讲这先 我们留到这个视频的最后 我们再去详解 有兴趣的朋友 链接我留在下面 你想要尝试的 点击以下链接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就去下一个AI的最新消息 Microsoft它推出了一个新的工具 叫做Microsoft Loop 这个工具它生成可以有 提升你的效率 让更多人能同一个时间 去做一个项目 这个不是跟GPT的 Notion AI非常的相似吗 对了 现在微软 微软下一个目标 就是要拿捏Notion AI了 Notion AI是一个能让你去更好的工作 提升你的效率的一个工具 而且它的市场是非常非常的大 有很多人去买一些Notion的 template 而且我还看到一些博主 他们竟然卖了 价值100万每刀的Notion template 所以你能想想一下 Notion的市场到底有多大吗 微软就说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独大 现在我就要推出一个叫做 Microsoft Loop的一个工具 来跟你去分一杯羹 然后这个是Microsoft Loop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还有到底能做些什么 在这里你就能看到 Loop他就声称 你们能一起去想 去策划 而且去做一个项目出来 而且你别忽略了 它的卖点就是一起做一样东西 你们整个team 能一起去同步做一样东西 你想想看 那个效率到底会有多好 看到吗 它的页面 就非常非常的像Notion AI了 对吗 你在这里就可以很好地 去分类你的项目 他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他到底是喜欢 还是不喜欢这个想法 是不是把工作流程变得非常非常的容易 然后你就可以用AI去协助你任何的idea了 有什么想不通的 或者是不明白的 直接打一句提问 把你的问题丢给AI 然后你就能拥有更多创意的想法了 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而且当你更新了你的档案 你全部同事或者团队 都可以知道那个档案已经更新了 这个Loop就能减去很多不必要的沟通了 而且它能把沟通更简单化了 让你不再和你的同事有沟通上的问题 而且你别忘记Microsoft Loop只是冰山一角罢了 如果Microsoft原有的工具 比如说Microsoft 365 Microsoft Word Outlook PowerPoint Excel 等等之类的工具 和Loop一起发挥的话 这样微软就形成了一个关闭生态模式 就好像隔壁家的Apple那样 自己也有自己一个一个关闭性的生态模式 我觉得微软它能进步的空间真的是无限可能 到现在我们都还没看到中级形态的微软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而这一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然后下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Canva 现在还有一些AI的工具在Canva里面了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Canva 在这里我就跟你科普一下 Canva它就是能让你免费修图 而且在网上操作的一个工具 你可以拿Canva来做非常多的东西 比如说平面设计 想要设计海报 或是创作出YouTube的封面 通通都没有问题 这些全部东西你就可以在Canva上做 它的使用页面非常的简单 真的是可以说是有手就会的那一种 现在Canva它就是要推出一系列的AI工具 到这个修图网页里面了 这个消息真的是非常的震惊 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加了什么新的工具下去 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 它就有新的一个功能叫做Magic Design 你就能把你的图片放下去 然后它就能自动生成一系列的海报出来 你完全是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 几个不同风格的海报这样子就生成出来了 然后这个第二个功能就是能画出 你的想法出来 在这里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把你的Mind Map点缀一下 因为有谁不喜欢在它的炒烤上乱乱画呢 对吗 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摸法像皮杂 你只需要调一下你Brush的大小 然后再涂抹一下 那个东西立马就不见了 然后你就可以瞬间加你需要的文案下去了 这个工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你简直不需要有任何的修图知识 你也可以做到很好的图片出来 而且还有Magic Presentation 在这里你只需要点一下Magic Presentation 打出你需要生成的slide出来 看到吗 那个slide立马就出来了 非常非常的容易 没有想过现在做一个presentation slide 也那么那么的容易 你只需要轻轻的点几个鼠标 然后一个完美的presentation slide 这样子就出来了 现在的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 不像我之前 还要一张一张图片拖进去 tallpoint里面 然后又要换字 加资料等等等等之类的工作 非常的繁琐 现在完全不需要了 连Canva 它自己也能做出一个presentation slide 这些就是我觉得Canva 比较特殊的一些工具 其实它出了差不多有十个功能 是关于用AI 去更好的协助你的创作 如果你有兴趣要看 它整个更新到底是更新什么 我会留下链接在视频的下方 有兴趣的你就可以看整个文章 去了解一下Canva的大更新到底有什么 好了我们就去下一个工具 下一个工具又是微软推出的 它的名字叫做Github Copilot 这个工具我个人就不是很了解 因为Github Copilot 这个工具 它是比较适合一些程序员 Programmer 的一个工具 现在Github Copilot 它就有AI在里面 它就能让程序员编码的工作 变得非常的容易 而且效率非常的快 我们就可以看到Github Copilot 它的一个功能就是 可以找出而且可以修复漏洞 你知道一个程序员要找出漏洞有多难吗 你只要给Github Copilot 它看了一下 它就知道那个漏洞到底是哪里了 而且还能立马帮你修复了 这个就是它的示范了 而且它还可以帮你去讨一些测试 还可以学习不同的程式语言 我觉得这个工具简直是程序员的天堂 在我的眼中程序员已经很厉害了 因为它能看明白一些普通人看不懂的语言 如果一个程序员有了AI的协助的话 你能想象到他们写出来的编码到底有多厉害 到底有多牛吗 然后下一个就有我们的重头戏了 也就是ChatGPT Plugin 这个更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我觉得这个ChatGPT Plugin的更新的热度 会比GPT是来的逊色 因为ChatGPT Plugin真的是非常厉害 它就有了很多不同的插件在ChatGPT里面 让ChatGPT能上网解决一些你生活上的问题 还有它的知识库已经不是停留在2021年之前了 有了插件的ChatGPT 它就是一个妥妥现实中的天才了 在利用不同插件的帮助下ChatGPT变得更加厉害更加强大 ChatGPT有的这些插件它的能力真的是无资金的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语言模型能做出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 而且它的资金到底是在哪里 你和我也不知道 分分钟连OpenAI自己也不知道 如果你想看更加详细的讲解 可以去看我这个视频哦 我就会快速带你去了解 ChatGPT Plugin的更新到底有什么 让你也能试试更新AI的新闻 下一个工具就是Stable Diffusion XL 这个工具是还没有出 此时就有人说 这个工具即将要出了 Stable Diffusion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应该也有听过这个名称 Stable Diffusion就是一个免费的 文字成人图片的模型 Stable Diffusion也有好几个版本 然后现在就有消息讲Stable Diffusion XL要推出了 然后人家就质疑Stable Diffusion XL 到底是不是Stable Diffusion 3呢 如果Stable Diffusion XL是Stable Diffusion 3的话 那么它的升级一定非常的大 之前我也利用过Stable Diffusion 去做一些图片出来 有兴趣的 你们可以去看这几个视频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些人已经有了 Stable Diffusion XL 这一系列的图片就是它能做出来的 那个效果也是蛮不错的 这一些就是它能生成出来的图片 哇 这个很厉害 很有梦幻的感觉 而且梦幻的同时也非常的真实 这个也是Stable Diffusion XL出来的 现在Stable Diffusion的脸部细节升级了 它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就是我们能看到的 Stable Diffusion XL的一个露出的消息了 不知道这个Stable Diffusion XL的能力到底是到哪里 真的很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尝试 因为Stable Diffusion它也有好几个版本了 而且这些版本全部都是免费给众人使用的 所以我也很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尝试 这个新的模型到底会是如何 怎么更新 或者是最新消息 我第一时间就会跟你们分享了 好了 以上的分享就是这个星期 AI的最新消息 希望我所分享的资料能帮助到你 让你了解的这些讯息 能更好去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如果你看到这里 你还没点个赞你在干什么 赶紧把那个赞给打去蓝色 还有别忘记点个订阅 打开小铃铛 因为在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视频 想要试试更新AI的最新消息 你就更加要关注起来 还有我发现 竟然差不多有80% 看我视频的人是还没有点订阅的 如果你能把那个订阅给点下 感激不尽 还有想要更加进一步去支持这个频道 可以参加这个频道的会员 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 购买我雷独的调色老人包 帮你一键调出网红照片 可以帮到你调色之余 也可以帮到我更加专注 去创作更多免费的内容 在这个频道给大家观赏 好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